你相信命嗎 你愛生命嗎 想知道你未來的命運 好運是如何嗎 到底在這邊幹嘛啦 我們等一下要去天璣摸谷 你說摸谷就能知道自己的命運嗎 對啊 走 今天我們都沒有告訴我李星老師這麼帥 好兩位今天誰要給我摸啊 我 好OK 老師那幫我摸頭之前要先幫我接頭殺 那代表什麼意思代表這個 這個代表就是幫我摸起來 對 首先我們會先從天庭谷開始摸 天庭谷那代表是一個人原生家庭的狀況 那也代表呢官路工嘛 代表工作 誠心的天庭谷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必須要把握15歲到30歲 我們往側邊這裡看 好赤裸 所以額頭是越飽滿越好嗎 當然 再來喔叫做易碼 你看到它完全是突出來的 代表就是說在工作上面 如果說它能夠多跑多動 都會有相輔相成的一個作用 再來喔 財運賺錢的能力 從我們這個兩眼之間的位置 一直到枕頭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鼻頭這一段 它夠挺 但是成心的沾根這一塊它是比較低的 我們人的運勢從這裡 從這裡31歲開始 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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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到這裡40歲的時候 人生會有一個轉折點 除了40歲要多注意之外 其實整個鼻骨的條件很好 所以在賺錢的能力上面 問題不大 but 以誠心而言的話 就是標準的 有財無庫 你存不到錢 好比個2 壓在顴骨上 壓之後 你們帶來我 壓大力一點 壓大力一點 你會發現我的顴骨後面 會有一條 延伸上來 那個叫做全餅 以誠心而言的話 是全餅怎麼樣 全餅太低了 真正好的全餅叫做什麼 叫做上叉天藏 天藏就是太陽穴 這一塊叫做所謂的 接門 性生活方面的 我們叫做 天哪你性生活我都沒買 哪有老師還沒講 其實條件還不錯 條件還不錯 所以你很會 不是 條件不錯 第一個我不要有字 大概有疤 不要有皺文 這裡也都沒有 因為有小孩問題不大 但是我比較會擔心的是什麼 誠心他的這個 太陽骨石凹陷 一旦你夫妻公布好 這就是在提醒你 你在談感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理性 而且各位你們注意看喔 誠心的印堂 印堂是什麼 眉毛和眉毛之間的距離 比較窄 會因為感情的包袱 感情的問題 去影響到你的工作 在這整個工作遇事很好的 唯一的變數 就是在於你的感情狀態 所以呢 建議你35歲之後 你再考慮 對於你個人的話 會比較好 小學喔 小學其實 Oh my god 我們看 小學他的鼻子 非常漂亮 他的這個鼻子 叫做垂肉鼻 垂肉鼻 拜託一個天王 香港的天王 怎麼自比喻 在臉上胡亂的愛 老師 你們兩個回來 你們兩個回來 所以這個垂肉鼻 垂肉鼻 至少在面相而言 哇這賺錢的門門不得了 可是我來之前一直以為 是要摸身體耶 正統這個摸骨的話 我們主要是摸頭部 我們的骨頭 在我們出生之前 媽媽肚子裡面 就已經決定好 雖然老師會有跟你講說 在骨香這一塊 你的缺點在哪裡 不是要你不要做 而是你也必須要 調整自己的心態 想法 還有跟你自己 未來的一個規劃 反正總之我覺得呢 如果你很好奇 就是你與生俱來的 命運的話 而且他完全不用生成八字耶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 這點生成八字啊 真的 這點很重要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